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体育暨运动发展部四位立委召开运动政策座谈会 目标要用国家的规格扶植新兴与社区运动 为让筹备中的体育暨运动发展部能够接地气 了解运动选手及民间团体的需求 立委吴佩毅 苏巧慧 陈培瑜及何欣纯 在立法院召开国家运动政策座谈会 吴佩毅表示台湾近年来出现许多新兴运动项目 但新兴运动却很难被纳入正式竞赛项目 因此对于选手或培育新兴运动产业 都是一项沉重的负担 就以街舞为例好了 我们现在是只有霹雳舞有纳入了亚奥运 所以是竞技运动 那街舞的其他的项目啊 比如说我自己跳New Jazz 或者说Lucking等等 其他的这个项目 就是在我们政府部门的分类里面 目前就属于全民运动 那所以在现行的制度下面 其他的种类的街舞跟霹雳舞 他所适用的法规跟资源 那会不一样 那例如说我们长期关心的滑板 我们台北市已经是台湾的首都了 场地还是相当的缺乏 滑板目前在全国 甚至没有国企标准的场地 那很多家长还要自费 带着孩子出国去训练 那这些都因为是新兴运动 所以过去我们政府单位可能比较不熟悉 我们的法规跟相关的政策 也正要去跟上民间的发展当中 像自由潜水的朋友 过去也时常跟我们反映过 都有类似遇到新兴运动的问题 那所以说 这个当好是一个最好的时刻 因为我们就要成立一个新的运动部 立委何欣纯认为 除了投入新兴运动资源 希望看到更多资源投入社区运动 立委苏巧会则鼓励政府与民间 携手合作 引导企业支持竞技型选手 甚至投入社区及学校运动发展 第一件事情是 希望能够引进民间的资源再投入 也就是希望企业 可以来不只支持竞技型的选手 那同时甚至我们可以引导他去做 社区运动的结合 所以可以有企业联赛的这种球队 等等也好 甚至如果体育署 我们这个模式如果好了的话 适当的 那是不是可以再增加到更多 学校体育的部分 也可以 各位什么是企业投入 就是我们国民体育法修法之后 我们现在是在运产条例 鼓励企业投入运动的投资 然后可以减税抵他当年的盈利事业的 所得税的时候 可以得到全数捐赠金额的抵税 是抵150% 你投入100万 你可以抵税150 对企业来讲 当然是一个好的诱因 那我觉得这就是引进民间资金的投入 因为政府永远做不够 希望有更多的人一起投入 这是引进民间资金 我认为是好 那可以继续再加码 没有基层选手 不会有国手 那这是第一个概念 那如何从基层培育出我们的国手 那每一层 每一个级 每一个阶段 那政府的资源又该如何的投入 这个我们希望在未来2025成立的 运动体育及运动发展部 能够看到完整的规划 这第一个 第二个我们希望未来 在各衙运单向里面 除了既有的单向运动 那可以增加的新兴的单向运动 我们国家又是如何投入资源 来培育人才 第三个 我们希望除了新兴运动之外 社区运动 现在所谓的全民运动 我们更应该在未来2025的 这个部成立之后 我们希望能够看到更多资源的投入 立委陈培渝则期盼新部会走出过往的分工框架 将额少视为整体 去设计未来社区运动政策 让竞技运动全民化 我们希望把学校体育组改成额少与学校体育组 也就是当以额少为一个政策主体去想象的时候 它其实并不是成人运动的搭配 它也不是成人运动的附属 它必须以额少为主角去想象全新的运动政策这件事情 我相信这也是呼应赖清德总统 在竞技运动全民化的政见概念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也要拜托体育署在后续升格的整个组织调整里面 必须要去想象以额少为主体是什么样态 我必须要说对很多人来说 这件事情都是陌生的 甚至对我自己来说 如何在运动政策里面以额少为主体 都是需要很多很多的讨论 座谈会中与会的运动选手 民间团体及学者也纷纷提出 在推展新兴运动及社区运动所面临到的问题 包括经费与资源不足 软硬体设施缺乏等 期盼新部会能关注重视 很多人问我说什么是皮克球 我只要一出去就老少嫌疑在追我 所以我会很简单的讲一件事叫做 拿着乒乓球拍在羽球场上打网球 从制度面简单做一个改革 这是接下来我们时候的新兴运动场馆 在兴建的时候麻烦把乙球场地 再写一个名字叫匹克球 那就可以共用了 因为民众看到是乙球场 我们在那边就买冰 好像买一只 网球场也是啊 网球场一直网球场 我匹克球贴下去又被赶了 所以如果你网球贴一个匹克球 我们就名正言顺 就变成是正宫啊 不是小三啊 我想大概那种状况会有 所以我觉得很多项目也类似 众合球场期要把它标示出来 就是你弄出来 我们就会去协调 我们师出有名 第一个 我们希望让我们这些社区民间 让大家知道我们有很强 然后我们有很多人愿意做 我们有比赛 可以比如出国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有自费跟着去介绍 我们自己的比赛 第二个我们场地 是不是可以真正体育部成立 让这个一些球场说 这个社区运动在这边常常办比赛的 它一定可以有几周可以用 或者说它是可以正式的 跟大家平起平坐去 去预控场地 然后第三个就是 像教育部成立了一个专责单位 它可以真正知道 我们所经历的困难 应该讲叫接地气吧 对于体育暨运动发展部 成立筹备进度 教育部政务次长张廖万坚表示 期盼在2025年能顺利挂牌 并落实四个核心 让体育运动壮大台湾 这个会期虽然是预算会期 但是我们真的希望 这个部的一个组织法 能够在大家的讨论跟支持中 能够赶快来通过 那明年呢 能够顺利来挂牌 好 那未来的体育发展部 目前走的一个方向 我们当然希望说 能够达到一个体育运动 壮大台湾的一个愿景 那有四个核心 包括赖总统他刚刚讲的 全民运动 我们要提倡全民运动 要增进国民健康 强化选手的培训 来保障选手的权益 然后推动运动产业 来促进幸福经济 然后来推展国际事务 来让世界看到台湾 那这个核心呢 能够一步一步的来落实 那自然呢 能够透过体育运动 来壮大台湾 体育继运动发展部 成立在即 透过交开座谈会 听取各方意见 期盼未来能健全台湾体育发展 让国际看见台湾的运动力 记者林锡慧台北报道 再带你来看 响应国际无车日 即日起到10月11号 期间的周五早上 民众骑乘自行车 到八处指定地点 自备环保杯就可以免费换咖啡 直到数量换完为止 即日起到10月11号 期间的周五早上 民众骑乘自行车 到八处指定地点 如新一广场 中信广场 大港前公园等 自备环保杯就可以免费换咖啡 直到数量换完为止 台北市交通局 响应9月22号国际无车日 举办系列活动 其中之一就是要鼓励民众 搭乘大众运输 包括自行车 因此推出又应邀明参与 那其实整个国际无车日 它其实是在这个1998年的时候 在从法国这边开始推动 那它当时推动的时间 就是9月22日 所以额后每年的9月22日 都是这个国际无车日的一个 活动的一个时间点 那它的主要主着就是 希望说市民朋友 可以不要使用那个 个人的交通工具 不要使用汽车 机车这一类的东西 来进入城市里面 都尽量使用 绿色的一个交通运速工具 像公车捷运 甚至是骑脚踏车或步行的方式 那在这个部分 台北市在91年的时候 也开始这个 响应这个欧洲的一个推动方式 来做这个无车的一个活动 那我们在做的时候 当然这个 做推动之后 其实也获得蛮多的一个好评 那也希望说 这个活动能够一个持续下去 所以其实我们在过往的国分 大概已经举办了22年的时间 那其实前面10年的时候 大概就是自行车 就还在这个同国发展的时间节 那在101年之后 因为U-bike的一个导入的关系 所以101年之后 我们透过这个一个 政府机关提供一些鼓励的方式 比如说喝咖啡的恶力活动 吸引民众多使用这个绿色运速 这个四行车这种脚弯工具 来进入城市里面 那这个部分 在这个之后 我们就是一直持续这样子推动下去 那今年的部分 我们也推出了一系列的活动 那整个活动的部分 大概今年的五车日 是在9月22日 星期日的时候 那因为这个星期日 大概政府机关没上班 所以我们提前在9月20日 星期五的时候 我们配合这个 周五绿运速的一个活动的关系 让这个整个自行车的 或者是步行的这个市民 能够用这个绿色的交通运输方式 来进入城市 所以我们周五绿运输的时候 我们也提供了这个 骑自行车来换咖啡的一个活动 那也固定这个市首长的部分 来一起这个搭乘这个捷运或公车 进入这个市区里面来工作 那当然其实同时也结合 那个教育局的一个训练的部分 鼓励他们用步行的方式 来取代这个家长用骑车 或者是开车接送的一个处理 那这个部分我们骑自行车的部分 大概就是从9月20日开始 我们每个礼拜 我们的早上7点半到9点半的时间 会在这个八个捷运站点 包括信义广场 中信广场这些地方 八个捷运站点 我们提供了这个 骑自行车换咖啡的一个活动 那当然其实这个捷运咖啡 我们也是希望说市民朋友 因为是绿色运输入日嘛 所以我们也希望市民朋友 以这个自备环保杯的方式 来取得这杯咖啡 那这个东西是 我们由交通局跟捷运公司 这边来共同推出的一个活动 那让市民朋友 有这个动力 能够多一点这个诱因 吸引他来做这个 鼓励 来响应绿运输的一个活动 那其实在这个部分 我们在去年的时候 这个市长也结合这个 无车日的关系 我们在市首长的部分 来带头去 以这个U-Bike的部分 来进入城市 那其实在今年的部分 我们在920那一天 我们也是有请这个市府 跟机关首长 以及同仁的部分 我们一起来响应这个活动 那这个活动 我们会收集相关的资料 到时候我在920当天 我们会把这个资料 提供在这个交通局的一个网页上面 那另外呢 这个教育局的部分 他们也针对那个国小学童的部分 来鼓励他们用固行的方式来上学 那在今年上半年 在这个国外 永建 清江 中校这四个学校 来做示范 那因为示范成效良好 所以其实113年的下半年 会推广到其他高年级的学生 那这个今年的部分 我们也请教育局的部分 来共同支持 他们会原则上 会把这个各个学校的学童 我们都一起来请他们 做这个步行的方式来进入校园 那当天的一个这个减碳成效 应该是还蛮可以预期的 除了免费喝咖啡 交通局也和教育局合作 推动国小学童低碳走路上学活动 让学生知道走路也能帮助地球减碳 另外也透过市府首长 9月20号当天不开车 改搭乘捷运公车或U-bike 走路上下班减少碳排放 我们是要抢上的五车 想要说因为在上班时间的一个 功能和律运输的方式 所以我们提前到9月20号 来做这样的部分 那这次又跟不一样的是 我们结合教育局的部分 国小学童能够走路上学去 这个是一个真的以往大家都知道 如果我们小时候 像我们这一代的小时候 是用走路上学以后 后来好像都是家长接送 那我们现在因为能够走回来说 拿走路上学去 能够再回来 让小孩子自己走路上学 自己来走路上学 那这部分当然 如果我们会 如果我们有个安心营计划 我们就做了国小的部分周围的 那个步行的通告 做一个整理 该重建的 该整修的 我们会做整修 让小孩子上学能够方便 那这个部分 其实教育局这方面 他们也蛮努力在推动这个 他们从今年上半年是四个学校 下半年甚至全台北市的学校 是到六零级都会来做这个步骤 那这个两千三个班级 就将近六万以上的学生会参与 那六万以上的学生 就给你六万的家长 就是家庭 那我们希望说 透过这个计划 做这个响应这个无车日的计划 那我们能够让孩子 对于零碳绿生活这样的观念 能够扩展到他们的 对家长的一个 等于对家长的一个教育 然后我们才可以把家庭 每一个台北市的家庭 慢慢把这样子的力量 能够把它往外延伸出去 那我们希望的就是台北市 未来就是一个 我们说零碳绿生活 大家一起来 接下来带你来看 由国立传统艺术中心 举办第八届成功新秀舞台 有传统老戏 也有新编传承剧目 兼具文武系录 同台敬意 线上精彩好戏 你要打我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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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敢 打 你 天台 天台 看起来 尊嚣 吃了 小碗 歌仔戏 金剧 乱坛戏 北管戏 客家戏 玉剧 各家传统剧团 新秀们 轮番上阵 带来精彩片段演出 迈入第八届的台湾戏曲中心 成功新秀舞台 由刘美芳教授担任策展人 以腰眼 针剑 双轨 并行方式 广纳各类剧种 结出一声 参演新秀 圣诞 身旦 尽致 行当剧拳 展现强烈企图心 要在舞台上秀出拿手绝活 刘美芳教授 寡椅啦 客家戏 金剧 玉剧 大概算是我们 成功新秀舞台的基本款 但是我们今年的寡椅 有了录音班 我们去年 不小心缺席的乱坛戏 今年卷土重来了 我们还有第一次 出现在成功新秀舞台的 北管戏曲 一个兵维的剧种 我们要努力认真的来救它 所以不只是在剧种上面 我们希望是多元剧种 在同一个舞台上面 大家可以相互竞技 也可以相互观摩 同时在演员上面 刚刚主任特别提了 14位里面 有11位是第一次在上这个舞台的 我们希望让更多的年轻朋友 有机会被看到 他们其实已经蓄积了满满的能量 但是 对于在剧团里面 票房考量实际的很多的 这个行销的策略 很难让他去当一线主演 但是在这个舞台上面 他就是一个center 他就在这里 所以我们这一次的 11位新秀里面 我们也特别关注到了 有几位是很积极的 参与我们外台演出的 外台的演出场域其实 环境是比较严苛的 是比较艰辛的 那这些年轻朋友们 愿意这么接地气的 在这样的团队里面 继续成长 所以我们很希望 他们也能够在不同的场域 被看到的这个部分 那当然 其实如果是学生行啦 学弹诀 好像比较有机会 可以当主演 可是花脸跟丑行 也都是我们剧团不可或缺的 所以我们今年这14位的朋友里面 我们是这四个行当 一应俱全 谁都没被落下来 今年14位参与者中 首次入选的新秀 就多达11位 显示艺师在传承过程中 后继有人 传艺中心主任陈岳仪表示 成功新秀舞台 具有传承 自我的淬炼 以及棒棒接力的意义 也是最感动人心的所在 我想这名字 成功大家应该就知道成诗之功 然后让新秀们站在舞台上 发光发亮 听起来很容易 对不对 实现起来我想所有在团都知道 很辛苦 那我想这个也是我们新秀们 最厉害的地方 他必须承担 在众星拱月的时候 他必须承担什么叫主演 站在舞台上的主演 是众所 目光的焦点 他承受压力之大 那么也是最淬炼自己 让自己更上一层门的地方 那么新秀舞台 其实成功新秀的对我来讲 我自己赋予它三种意义 第一个叫传承 也就是刚才主持人 披萍以后介绍到 我们的艺师 为什么 因为我们希望成功 他有成诗之功 所以就会有帝师 无悔的付出跟继带 好 第二个 对新秀来讲 自我的脆劣 为什么 我想能夠站在成功新秀舞台上的所有的新秀 絕對配合著劇團 或者是配合著其他的大咖的主演 都演過很多出戲 可是那種演出跟你有一天 自己要負責整個舞台的亮麗的時候 新秀的壓力非常非常大 而在這種有老師會盯著你看 有自己跟同業的比較 有整個觀眾的評價 還有整個劇目演出的總成敗 那種壓力對新秀來講 他如何在這種高壓之下 又能夠在舞台上盡情揮灑 展現自己的亮麗 很不容易 所以我也必須跟所有 尤其是今年十四位的新秀 我必須跟大家講 所有的新秀當你們能夠來報名參加 能夠被選上了 被邀演的 第三個 第三個是我在看成功新秀舞台的另外一種感覺 那就是棒棒接力 為什麼我會說棒棒接力 他必須有血演人員 我們看到新秀的血演人員 學長 學姐 老師 恩師 通通都有 大家只為了成就您的舞台 為了成就新秀的舞台 大家不管角色是什麼 甚至於有些曾常演出不講一句話的大咖都有 所以在這邊我就看到了團結 看到了戲曲 看到了傳統戲曲 很特別的精神 那就是一代傳一代 2024成功新秀舞台 從10月17日起到11月3日 連續三週在台灣戲曲中心小表演聽演出 邀請熱情觀眾走進劇場欣賞好戲 見證新生代演員在資深藝師教授下的成長 同時品味傳統老戲的歷久彌新 記者林錫慧台北報導 接下來帶你來看台北商圈嘉年華在原山花博公園登場 今年以台北秋響去為主題 要帶大家一口氣環遊台北城 商圈嘉年華 台北秋響劇情啟動 一年一度的台北商圈嘉年華 匯集了台北各個特色商圈 每年吸引數萬名以上遊客參與 今年第九屆商圈嘉年華9月14號到16號在遠山花博公園舉辦 適逢中秋節特色店家開發許多新款中秋選物等民眾來挖掘 現場集結75家攤商 讓大家享受商圈的美食生活 商圈遊城 其實台北市的一個商業的發展都是有賴於我們大家共同的努力 那在這裡呢也跟大家報告我們今年三半年 整體的營收一到六月是去年成長了百分之八 當然這個數字都是全國第一這都不用再講 那我們逐年的成長都是有賴於各位的努力上這個成績 那今年我們商圈嘉年華陳如跟他所說的 從當時的聯合會提出這個想法 我們用什麼方式讓我們商圈就辦很多活動 透過補助 透過我們特別的案子 每年有大型小型的活動之外 那有沒有一個共同的一個場合 把我們的商圈讓台北市的市民或者是外省的民眾 一次就可以忘足一次就可以滿足 那也讓我們商圈的代表理事長們 可以在這次場合裡面把我們商圈的這個營造出來 所以這將近八年今年是第九屆 也強勢的一個累積下來 也到了很多的一個經驗 所以未來也曾如大家所提到的 我以後 我們以後就在中秋團圓的時候 讓大家來感受到我們商圈的特色 商圈的特色在哪裡 有很多的優惠 那我想這個場景可以拉回到今天這個禮拜的 禮拜六日一 這三天要來到我們花國公園 一開始看到的就是我們小售廠看到的一個六十公分 那種我們的玩大富翁的一個場景 但是到現場會是一個六公尺乘六公尺 大型的商圈的台北市商圈的一個大富翁 那會把我們的整個商圈的圖騰在那邊都看得到 那這是一個好玩的一個場景 那結合我們中秋後面剛提到的這個大型的一個月亮 也是我們這邊一個好玩的一個場景可以讓它去做拍照 那在各個商圈的店家裡面呢 我們也各推出了有十六項跟中秋有關 在現場可以看到的我們商圈的特色的商品 預告台北有一個很好的活動即將展開 就是在我們中秋佳節前夕 九月十四到十六三天商圈加年華 在我們的這個圓山那邊的這個花博 圓山附近的花博 所以大家呢可以到台北市來走走 尤其呢今年中秋雖然沒有廉價 但是只要請一天假 大概你就可以好好的在台灣呢 台北來玩透透 那台北是一個重要的商業大城 也是觀光旅遊的重鎮 根據統計啊 凡是到台灣的遊客 超過百分之八十一定會到台北市 未來台北市住宿停留 那我想我們商圈呢 就是提供給所有的觀光客 包括從這個國內 東南部上來的 國外來的 大家重新 或者是說第一次 或者是深刻的體驗台北的美好 這樣一個很重要的商圈 所以我們呢這九年來啊 把從各個商圈辦活動 都集合起來打頭陣 辦一個各三圈聯合的嘉年華 非常非常的這個好 那已經持續了九年 這九年跨過兩個市長 一個是柯文哲市長 一個是蔣萬市長 剛剛我進來的時候說 哇我們現在需要一些正面的 清新的活動信息 不然大家每天看到台北市 都覺得有一點這個傷腦筋 所以我們也希望各位媒體朋友 幫我們廣為宣傳 我們每天看的新聞 如果覺得頭昏眼花的話 不妨出來走走 參加我們這個商圈嘉年華 他是打頭陣的 九月份 商圈嘉年華舉行之後 各商圈接力棒 都會持續的下去 舉辦很多商圈的活動 在八年前 大概八年前 在商業處 也就在我們 台北市商圈聯合會的 這個敦促之下 產生了台北商圈嘉年華 那時候叫台北生活祭 這八年來 真的非常感謝商業處 非常感謝台北市政府 從那年是柯市長時代 到現在蔣萬安時代 一直一直的支持這個活動 這個活動呢 也是我們商圈 台北市商圈聯合會 在八年前極力的爭取 也感謝議會的支持 讓我們能夠在這個 爭取之下 也通過這個預算 那這個預算呢 也八年來一直執行著 那過去八年呢 曾經在各商圈舉辦過嘉年華 那最後這幾年呢 底定了在花博商圈 一直以後就在這裡舉辦 大家為我們台北市商業處 跟我們秦桧議會 給我們一個熱烈的掌聲 好嗎 感謝 非常感謝 感謝這八年來 這個照顧我們 台北市商圈的所有的店家 我們台北市呢 有五十幾個商圈 在我們台北市商圈聯合會的 組織裡是我們的好夥伴 再多年來呢 我相信在議會裡面 請外出議員最清楚 我們所有的商圈理事長 出錢出力出時間 我們所有的店家 只要有組織 組織力強 我們的商圈呢 就越來越強 對不對 對 在過去兩年前的 兩年多的疫情 真的我們商圈 非常非常的精心扣 也很多的店家 就從此呢還休息 然後這兩年來呢 疫情過後 我相信 在我們台北市政府商業處的 輔導還有幫助之下 還有議會跟我們通過的預算 我們大家都把我們商圈活動 做得盡善盡美 做得各位商圈生意興隆 業績長紅好不好 好 那一年呢 在台北市的商圈 有將近一百場的活動 那我也相信我們的理事長們 都非常認真 非常努力 那我也希望這一次 這第八屆的商圈嘉年華 越來越有主題 就是我們商業處 在一二十年來 對於我們的商圈 一種橋樑跟溝通 做得很到位 但是我們商圈呢 也是非常的團結 他們的鄰居力也很強 所以說這一次的中秋嘉年華 前置記者會 所以說我們的商圈 大家都能夠在這個地方 把我們的精神 把我們的力量鋪陳出來 這就是我們大家所希望得到的一個 我們跟政府之間的一個非常好的一個管道 當然也希望這個星期六 禮拜天禮拜一 我們的一個活動能夠平平安安 順利的來舉行 希望這個活動能夠帶給我們每一個商圈 業績滿滿 此外活動現場還有挑戰遊戲 三米高巨型月亮造型氣球布景 十二種手作DIY 及九月十五號限定的 一起秋嗨嗨中秋饗宴 月光烤肉趴等精彩活動 搭乘指定任務還有機會抽百萬毫力 配合台北市建成一百四十週年 商業處和九處商圈合作 夥伴李寺廠次商圈半日遊 導覽體驗遊程 也歡迎民眾踴躍參加 記者問君台北報導 中秋節前夕 台北市衛生局 針對中秋節的相關產品 進行抽驗 一百二十三件中 有七件不符合規定 其中有兩項的產品 驗出防腐劑與農藥殘留 中秋節即將到來 衛生局抽驗應景食品 包含四十九件烘焙相關食品 像是月餅、餡餅、鳳梨酥、蛋黃酥、烘焙餡料 七十一件烤肉用食材 包含肉品、海鮮、蔬菜 加工鏈製品、豆干及米血糕等 以及三件烤肉調味醬 總計抽驗一百二十三件 發現七件不符規定 那我們依照產品的一個不同 我們責定不同的一個檢驗的項目 包括我們的食品添加物 像是防腐劑、酌色劑、甜味劑、漂白劑 以及蘇丹色素 還有動物用藥、乙型、受體素、農藥殘留 環養一碗 還有重金屬千跟葛 還有食品中的微生物 那檢驗結果是有一劑 有一劍玉頭腺是檢出防腐劑及二細酸 不符合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 限量季規格標準的規定 那有一劍的四劑都是檢出殘留農藥因德克 不符合我們的農藥殘留容許量的一個標準 另外標示有五件不符合規定 其中豆沙、半蛋書、玉火鳳凰書 以及金Q玉頭書三件產品 他們的內容物沒有按照含量的多寡 由高到低分別去標示 也沒有標示淨重容量或數量以及原產地 另外也沒有標示食品過敏原的一個資訊 那有一件下豆堅果塔沒有標示原產地 以及它的有效日期是單獨黏貼在包裝上 還有一件的會上飲鳳梨書是未標示有效日期 那針對上述檢驗不合格的產品 我們已經要求販售地點立即下架 那違規產品都來自外縣市 我們也依情鎖下的衛生局 進行後續的一個辦理 衛生局表示品質不符規定的產品 以令販售地點業者立即下架 且不得販售 經追查違規產品來源 均屬外縣市 以依情鎖下衛生局依全責辦理 那標示不符合規定的部分 其中有一家呢 是在我們台北市已經進行採處 另外有一件呢 是來自外縣市 我們也依情鎖下衛生局 依全責辦理 那不符合我們食品店家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十八條第一項 可依同法的四十七條第一項 處責任業者 其實還必三萬到三百萬元的罰還 那農藥不符合農藥殘留容許量標準的話 是違反了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第十五條第一項 以及第四十四條第一項 可處責任業者六萬到兩億元的罰還 那標示不符合規定 是違反到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的 第二十二條第一項 可依同法第四十七條第一項呢 處責任業者 先才第三萬到三百萬元的罰還 衛生局提醒消費者 在選購月餅、禮盒或生鮮肉品、 隨產品等硬結食品時 除了選擇信譽良好的店家購買 應盡量選擇包裝完整 及標示清楚的產品 避免購買顏色鮮豔 異常白皙或偏離傳統色澤太多的食品 並注意製造販售場所環境是否清潔衛生 以及注意產品儲存溫度 才能吃得安心 記者李希慧台北報導 看到一則則的新聞 這些製造、輸入或銷售清權機上河的業者 都會遭到最重可除兩年以下徒刑 給五十萬元罰金 影視產業式文化輸出的軟實力 可帶動旅遊、觀光等行業發展 盜版業者行為 會讓正版業者收益減損 進而減少產出優質節目的能量 與資源 直接受到傷害的是文創工作者及消費者 所以請大家檢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機上河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機上河 內建是否下載了清權App 雖然台灣沒有對使用清權機上河的民眾 有任何的罰則 但為了打造一個優質且強盛豐富的影音帝國 請民眾一起導正市場合法秩序 支持影視產業 為了要維護民眾食用穀物及乾豆類產品的安全 台北市衛生局113年6月抽驗30件 骨豆類產品驗出有3件產品農藥殘留 不合格率為10% 台北市衛生局抽驗30件骨豆類產品 包含21件輸入及9件國產骨豆類產品 檢驗項目包括殘留農藥及零化氫等項目 檢驗結果三件綠豆不符規定 產地皆為印尼 三件產品呢 包括一件印尼的一個精選毛綠豆紅蟹 那檢出農藥殘留賽素胺跟硫化氫 那一件印尼的大毛綠毛綠豆 是檢出農藥殘留賽果培 那一件印尼的綠豆 是檢出殘留農藥賽素胺跟芬浦泥 以及芬浦泥的代謝物 那這些都不符合衛生福利部 所訂的一個農藥殘留容許 這樣的一個規定 那申訴不符規定的產品呢 台北市衛生局已經通知 我們轄內的業者進行下架 那它的來源都來自外縣市 我們也以請當地的衛生局依全責辦理 那不符合農藥殘留容許這樣標準呢 是違反造成安全衛生管理法第15條 那可依同法第44條 主責任業者6萬到2億元的罰還 同時產品也必須依照 食安法第52條呢 必須要進行下架回收跟銷毀 衛生局表示如違反農藥殘留容許量標準規定者 屬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將處分負責廠商6萬至2億元罰還 並依同法規定 命業者下架違規產品並銷毀 上述所提到檢驗檢出塞素安塞火培跟芬普尼 這三個農藥都是農業部合法登記 遵許使用的一個農藥 那它可使用在特定的一些農產品 可以使用在特定的一個農作物 但是它的殘留必須要符合我們的農藥 殘留容許量的一個標準 那靈化氫是一種無色的有毒氣體 它具有強烈的臭魚味 主要是作為薰蒸式的農藥 那可用在我們的一個豆類的一個乾燥 但是因為它具有劇毒性 如果一次攝入太多的話 可能會有一些生命的一個危險 所以業者一定要自主管理 那確認它的一個原料跟產品 都是符合我們新安定衛生管理法的一個相關的規定 在食材加工調理之前呢 也都要確認食材的一個來源 那農藥或者冬蔭藥及相關的污染物的一個殘留 都是符合我們的食安法的一個規定 衛生局提醒民眾 在食用或烹調骨豆類前 先以流動清水沖洗 再以水浸泡10到20分鐘 接著用流動的自來水沖洗2到3遍 以減少及降低農藥的殘留 記者聯席會台北報導 台北市文山區每年5月到10月是綠竹筍的盛產期 文山區公所為了要協助新住民融入地方生活 與吉美區農會合作 舉辦新住民一日農夫的採筍體驗活動 穿說在竹林裡聽著講師解說綠竹筍生態 這是台北市文山區公所和景美區農會合作舉辦的 新住民一日農夫採筍體驗活動 大小朋友流著汗透過尋找竹筍 親自進行農事體驗 尋找文山區夏天的寶藏綠竹筍 留下難忘回憶 因為剛好區公所有舉辦採筍的活動 然後我們很少參加這樣的體驗 所以很開心來參加 挖筍好辛苦喔 農夫很辛苦 農夫真的很辛苦 所以大長就要出門 剛剛老師有教我們 對 它可能採筍的角度啊 還有就是要看那個筍 它出土的方式 然後我們就學到挖竹筍的很多經驗 可以增加夫妻感情 然後我先生 他第一次參加這樣採筍活動 所以謝謝區公所 跟我們這樣非常好的體驗 從越南來的 是 我是住在文山區 今天很開心來參加那個挖竹筍的活動 這是我第一次挖 是 很開心 然後我們今天來採竹筍 覺得很新鮮 對 從來沒有體驗過這樣子的經驗 那也覺得筍容很辛苦 對 平常吃竹筍覺得好吃的 不知道這個採筍的經歷這麼辛苦 對 沒參加過啊 田園的生活都不太懂 所以就來採筍 聽說也蠻有用的 然後也知道平常我們吃的筍子是怎麼用 怎麼挖出來怎麼採收 然後以後我們吃的時候會更開心 要看到裂縫啊 這個我都不知道 還有就是說 藥力氣也蠻大的 角度也要對 然後發掘的時候也蠻難的 所以我都是要靠 靠豬家幫我們知道怎麼去做 怎麼挖出來 現在我們忙 再來慢慢好好看 活動增進新住民朋友深入了解 綠竹筍的栽種與培育 感受農作採收的喜悅 再從農田到餐桌 享用綠竹筍風味餐 加深對土地文化情感的連結 很高興 那能夠來辦這個活動 那其實以我們農會來講 辦這個體驗活動 今年已經是第七年 第七年辦的這個採損的體驗活動 那我們在這個場地這七年來 那我們都是採取有機的方式 來那個栽培管理 那基本上在這個場地裡面 那我們是不用化學核料 然後不適用農料 那一切都是自然農法 跟有機農法的方式在進行 那其實今天 各位應該講很幸運 因為之前 我們農會在辦體驗活動的時候 那個 居公所這邊羅割長 也來參加我們的活動 然後他認為說 我們辦這個活動 那對他來講 他認為說很有意義 那所以說 就跟我們商量是不是另外 可以提供一個提示 然後讓各位朋友來這邊 做一個體驗的活動 要不然其實我們 農會這個活動 我們在企業區 我們已經辦理完畢 這個活動已經結束了 那總共辦了12個提示 那這一梯 純粹就是另外再挪出時間來辦這個活動 跟各位介紹一下 立竹筍的一個生態 那這個立竹筍首先 他一定要有 最少要兩代同堂 他數點他才會少 那有的是三代同堂 像這個來講是三代同堂 那三代同堂是什麼意思 像這個來講 是今年這個一年生的 這個兩年生的 那這個三年生的 等於說這一隻到現在已經有三年了 那 阿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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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幾個童 這些童 童這身 很不足 實在 我聽不懂 聽不懂台語 就是我想這個 一年生的有面 它才會長竹筍 兩年生的跟三年生的幾乎 幾乎不會長 偶爾還是會長 但它長得不會很漂亮 這邊的ICC通方式有面 我們純粹是用友善的方式在66 到就說 我們不用 不用化学肥料不用农药都没有 清一色就用有机肥料有没有 那这个草你看我们都用 你看我们里面的几只割草机你看 里面就有两台割草机 那我们的肥料你看都是清一色 都是有机的肥料 那我从这边有没有 我们就从今天就是这一床 我们来当市场 那等会儿我们就跟主好不好 活动除了带领新住民朋友 认识在地文化与美食 也进一步促进文山观光休闲产业发展 将持续办理这场极有意义的活动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迎接秋季旅游旺季 由13家知名五星级饭店 及隔上租车组成的金钻联盟 特别推出限定的秋季 敬请享乐优惠专案 原价3999元的联合贵宾券 现在购买两张 只有7000元限量2000张 由13家国内知名饭店 与隔上租车组成的金钻联盟宣布 2024秋季敬请享乐专案正式启动 即使起到10月底 原价3999元 在13家饭店皆可使用的联合贵宾券 将以两张7000元的优惠价格回馈国人 金钻联盟秘书长建湖山度假大饭店总经理 曾庆钻希望借此力挺国旅 也打破国人对国旅住宿一定贵的迷思 我们前台湾都有 就这样绕一千 每一个县市就一家 那我们这个联盟 本来我们的价钱是3999 那为了要降低大家对观感 所以我们这一次 希望我们这个联盟 这十几家饭店再加上隔上出车 我们希望它把它降到3500 就是每一张件3500 这几家饭店都可以住 这个是我们的研议 就是说我们希望 给国人消费者不会认为说 台湾为什么那么贵 那当然有特别的地方它比较贵 那它有很多种因素 我们没有办法一一去详述 但是我们这个金钻联盟 除了我们的品质很好 价格也很优惠 所以人家说价格跟价值 其实我们都是最好的 价格跟价值都是最好的 出席的交通部官署 旅宿组组长曹一书非常肯定 金钻联盟回馈消费者的做法 曹一书强调 国旅应该提供的是VP值 官网署也会持续协助 饭店业者提升服务品质 提供消费者物超所值的旅游体验 我们要追求所谓的VP值 就是说我们价格跟我们提供服务 是能够符合客人的期望 这样就能够达到我们这样的一个 一个水准之分 所以我们在官网署也 透过不同的训练 甚至我们有提供业者一些品质提升的这些 能够帮助业者大家来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 他能够同时让我们的客人去住到饭店 然后物有所值 这样的话就可以让我们整个旅宿业的产业能够在更正面的一个发展 金钻联盟还邀请知名主播张颖宇担任年度代言人 父亲是联盟创始会员的张颖宇表示 联合贵宾券原本就很受欢迎 现在一口气降价499元 而且限量2000张 呼吁国人把握机会先抢先赢 因为我们23年几乎是没有打折 那今年呢为了要配合交通部观光署的这种活动 所以呢我们首度有非常大幅度的一个打折 每一张就再减500块虽然说有限量真的 所以告诉大家真的限量要抢 就是限量但是呢真的抢到的话呢 你不但呢是可以就是有很好品质的保证的住宿跟旅游的体验 你甚至还可以省你的荷包 对于过滤市场面临严峻挑战 在北中南都有据点的长龙桂冠酒店方面也有所因应 今年住房率都维持在8成左右的基隆长龙桂冠酒店 就分享他们的做法 基隆这个城市我觉得值得推广的是 它有很丰富的旅游资源 它有很多的人文文化小吃 所以我们今年度大概做一个比较不同以往的东西 是我不做价格战的一个活动促销 我大概是希望提供给消费者一个更多元的一个旅游商品 所以我们结合了很多基隆在地的品牌 比如说和平岛 比如说海科馆 甚至现在我们现在最红的各个要搭邮轮的旅客 它必须要经过的迭克花园 还有现在最夯的基隆塔 那这些东西都需要透过饭店一一去介绍给国内很多的旅客 那我们还是希望客人可以留在台湾 花一点时间了解台湾的美 每一个城市绝对有它值得推广的地方 新赚联盟民宿长曾庆赚也预测 在一窝蜂的出国潮后 明年国旅市场可望回归正常 疫情关系去年大家来不及出国 老实讲真的是这样 那今年大家准备好了 而且国外又很便宜 像日币又贬值 那东南亚又很便宜 所以大家就急着出国 那也很正常 我觉得这很正常 那影响到我们国内今年 国内的国民旅游的成长 都大部分都下降 那我觉得明年开始不会这样子 因为今年 而且大陆团又没来 大陆团本来在以前的 来了五百万的人 现在又没来 所以它整个影响到整个的 台湾的国民旅游 其实明年就比较不会了 我认为它会越来越好 金钻联盟方面表示 这一项专案限量2000张 射完为止 消费者可在各家饭店 隔上租车或联盟官网购买 就连一券在手 畅游全台湾 轻松享受台湾各地 丰富多元又迷人的美丽风光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机房及非法机上和经销商 强力查清 据查获778台非法机上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 业者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服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拥持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今年的台北国际美食节特别推出汉堡嘉年华市集台北美食院与台北餐厅周三大系列活动 台北市副市长林一华在现场了解五酒精业者如何推广自家产品 这里是年度餐饮盛会风味文化年会论坛 从线下百货及街边店与线上外送等各个案例 多面向的对谈探索在餐饮面进行创新 持续往最强之路迈进 也为台北市今年首度推出的台北餐厅周揭开序幕 今天这个风味文化年会论坛 当然是为了台北餐厅周的一个算是一个起始点 今年我们第一次台北市政府跟民间来合办台北餐厅周 会从9月23号到10月20号开始维持一段时间 大家都知道美食绝对是台北市面向国际的一个很重要的名片 我们除了有非常棒的夜市 事实上我们的餐饮我们的美食已经是达到一个全世界都知道 已经是一个不管是在你味觉上的艺术或视觉上的艺术 所以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样一个台北餐厅周 让大家更了解台北的整个的餐饮文化 那能够成为大家来到台北市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包括说除了旅游之外 很重要能够来享受我们台北市非常特殊的一环 副市长林华表示 纽约市有相当盛名的餐厅周 他希望在公司协力下 也能把台北餐厅周打造成为台北市的重要品牌 纽约 比如当有名的什么周 The Restaurant Week 就我们的所谓的餐厅周 那我们也希望在台北 能够有所谓的台北的餐厅周 所以呢 所以因为这样子要谢谢高闯就找到我们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棒棒 因为台北市其实民间的热力很强 然后呢动力很棒 所以呢我们就找到了我们的Flaver 我们这个风格也是指南 从虽然我们从2040开始 就是线上的所谓的餐厅周 但从去年开始就是一个比较大的转变 所以我们觉得怎样来做公司协力 公司合作 台北的餐厅周也能办得永生有色 所以这就是一个让大家很高兴的一个起点 就是呢我们民间开始在做 但把政府的力量也加入起来 然后让我们民间的力量就可以更加的红薄 也让这个餐厅周 未来呢能够成为台北市很重要的一个品牌 台北市上一处方面表示 台北餐厅周集结台北市百间高品质餐厅 包括连锁餐厅 各式一国料理 饭店体系 米其林推荐餐厅和景观餐厅都名列其中 民众在线上领取数位护照 即可享有合作餐厅提供的1200元优惠套餐 欢迎民众上台北餐厅周活动网站 用超优惠价格体验台北市餐饮文化与美食风味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地内吊桥连接基隆河两岸和平步道 历经两年办理修复工作 正式完成通行 地内人形吊桥正式启用 掌声不能接到 启用圆满 画面上是地内吊桥工程修复完工通行典礼 在地居民相当开心 一起跟市长和议员走上吊桥 体验基隆河滨之美 那在111年我们要上任前 他因为在施工有一些封闭 然后在去年的这个时候 又突然发现这个吊桥有倾斜 那一个吊桥有倾斜 真的就会带来很多的风险 所以又多花了这么一段时间 真的是非常抱歉 不过像现在完工了 大家期待已久 那未来这个吊桥也会有一些现重 那我们会把一些安全维护做好 也希望暖暖定内的民众 多多的来使用这个吊桥 在一个安全无余的载重跟情况下 我每次跑各邻里的时候 各里也都在讨论这个吊桥 那长久以来在地方上也好 在议会上也好 在事务的团队也好 都一直非常关心努力的 让我们民众有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公共设施 谢市长对于基隆市的市政 相当的认真 与相当的用心 他某个地方的建设 如果有了 他都会重新去更新 重新去施作 我想今天也非常开心 所以开心是因为这个好事多么 那我们定内吊桥终于可以启用了 看到我们周边今天有这么多的民众 也前来一起共襄盛举 让我们这些特别是定内地区 依赖这个定内吊桥来运动的人 能够早一天能够来使用 我想大家对这样子 应该对周边的环境 大家都是期待的 那现在也把它做好了 那我想这个 我想目前的居民会是非常开心的 7点到9点或9点到10点 这个时间也很多人在这边跑步 其实这整段的使用率是非常的高 那有赖未来就是这个定内吊桥 串接我们整个休息的环境 把它串接得更好 那让我们整段自行车道的 借用河岸的步道来做一个串接 那未来也希望大家可以 好好的珍惜使用它 那我们也感谢 今天在这一次修复工程里面 所有有帮助到的所有的团队 跟所有的辛苦的人员 我们感谢他们很期待 从台北一路骑脚踏车 骑到这边经过瑞芳 甚至从瑞芳一路经过定内吊桥 骑到淡水 这一段路同时是自行车 基隆河自行车散步道 同时也是淡然古道的北路 其实有非常多的里民 甚至北北基的里民都非常期待 这件事情还麻烦公务处务必 未来再多加的协助 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的共同来使用 一起爱护珍惜这座吊桥 公务处陈耀川处长表示 店内吊桥是在98年11月完成 桥林有15年 这次修复是经过施工团队的努力 提前在9月份完成 以便利居民通行 目前公务处也在吊桥主塔 增加监测仪器 定期做安全检查 为吊桥安全来把关 公务处也提醒 吊桥最大的通行人数为40人 限重4800公斤 这个吊桥仅限行人 与自行车牵引的方式 步行通过 严禁机车与自行车的骑程行驶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中秋佳节愉快 我们再会 营养化碳重结者 Noco醬提醒您 屋外式瓦斯热水器 绝不肯装在家装窗户的阳台 厨房等室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 就会产生阴氧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 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一 热水器牵移至屋外 二 更换成强制排气室热水器 三 敢用电热水器 Noco醬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 机房及非法机上河经销商 强力查期 去查获778台非法机上河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 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河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服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 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拥实节目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